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大师预言,属兔、属、狗人 在未来两年内,尤其这几年出生的,可怕得很 出生于1963年的属兔人 1963年属兔人为人清闲 今年得财如泰山,可耗钱也如水冲杀 其是金钱如浮云,一座手艺技术工作可做生意 初始有名有利,后运发财兴旺 女人倾其巧妙之命,63年的属兔人子兮最好 儿女孝顺,晚福绵长 而且可以把福气传递给自己的子孙后人 只要保持好家宅和谐安宁,就可以大吉大利 事事顺利,2024年你开始转运 走丁卫大运,地支亥卯卫三合目局 你的财运在这个阶段,会变得特别旺 并且你之后是有十年的好运 总之从本年12月开始 一切就会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 1963年属兔人后半生 此年出生的属兔人 天生与财神有助不解之缘 一生财源广静 注定是人中龙凤 就算在早年会穷极一时 甚至求财无门 不过在三十岁之后 运气会发生惊天逆转 还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 在他们的帮助之下 必定会闲于翻身 保他们后半生能够吃穿不愁 大富大贵 但是在这个年份出生的属兔人 做事干脆果断 雷厉风行 性格开朗 也能结交到很多的朋友 总而言之 今年他们的机遇也很多 同是长辈之中会出现贵人 能够对自己的事业有重大作用 财运也能带动得水涨船高 但是要谨记避免锋芒态路 若是深处是非舆论中心 会有相当大的阻碍 出生于1984年的鼠鼠人 1984年的鼠鼠人可谓人到中年 意气风发 1984年甲子年初的人 海中精密 金属的人大多为人年少有难 中年衣食足用 南昭好妻 身险辛苦 多喜多忧 兄弟少力 六亲冷漠 凡事自作自为 女性贤达之命 受国应天解 堂福三科急心影响 鼠鼠人在今年可以进行创业 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整财运较好 所以鼠鼠人在这段时间内 应该要努力工作 尽可能地稳定自己的正常收入 要注意理财 不要去做一些风险投资 整年偏财运都会在凶心沉浮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下受到干扰 不要去做一些风险投资 整年偏财运都会在凶心沉浮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下受到干扰 所以一定要慎重行事 尽可能地积累财富 出生于1984年的鼠鼠人 急心入门 得助力不少 即使遇到阻碍 只要耐下性子 冷静思考 都可以逐一得到解决 早年运势起伏不定 不过在中年之后的交友 广阔的他们 因朋友的信任 会得到很多赚钱机会 往后的事业更加红红火火 生财有道 晚年幸福 鼠鼠人性格柔和 为人坦诚 单纯 具有敏锐的直观 以感觉来判断事物 能力强 医生运势良好 在事业方面 中途有挫折 但懂得储蓄 能安定平稳度终生 鼠鼠为人多才多能 做事有始有终 个性很强 幼年有一险 六亲小靠 女招浩夫 可谓聪明伶俐之命 春 夏生人衣食有余 秋 冬初是福寿绵长 日生安乐 夜生免烦 出生于1970年的属狗人 1970年生的属狗人 进入后半生 付出的得到认可 会出现不少助力 在生活中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他们也会经常和你说一些 比较有趣好玩的活动 从而让你一起参加 能够很好地调节你们的心情 让你们能够更好的生活 生于1970年的肖狗人 2024年是他们事业 稳步上升的关键期 此时的他们将面临 各种各样的挑战 纵使能力出众 然而他们在早年的事业运 比较不尽如人意 不但吃得苦多 而且收获甚少 由于当初经验尚浅 容易造成一定的破财消灾 不过此年出生的肖狗人 厚福无穷 财源广进 之前生活虽苦 不过随住岁月的沉淀 他们的事业开始欣欣向荣 逢凶化吉 横财就手 夹到昌龙 一举翻身成为大富豪 过上富得流油的生活 属狗的人 憨厚忠诚 有警惕心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 都坚持不懈地付出 付出的努力终将获得回报 有望晋升加薪 同时正才有守护心 只要不报侥幸心理投机赚钱 就能稳定生财 属狗人一生重感情 讲义气 为人正直忠诚 女命口快心直 子女聪明 乙双得利 春夏生人白手成嫁 秋冬初是先苦后干 日生心智不见 夜生人多敬佩 三月生人为八败结财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胜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鼠蛇 马 狗 牛 羊 龙人 带什么运气最好 财运挡不住 财运顺顺来 蛇 马 狗 牛 羊 龙 带什么发财时运气最好 财运挡不住财运顺顺来 水晶是一种古老的能量宝石 如今很多人都会选择它 来提升自身的运势 佩戴水晶可以消除负能量 大多都带有招财功效 但水晶种类繁多 数也数不过来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也会纠结会疑惑 什么样的水晶才能望运 一时之间 完全不知该从何下手 带什么水晶能望运招财 还是要因人而异 水晶和生肖五行有密切关系 不同的生肖也有自己的 最佳发财时哦 赶紧来看看吧 生肖蛇 马 五行属性 火望运宝石 木性宝石 鼠蛇和鼠马的朋友 五行属性为火 热烈有激情 根据木生火的原理 最佳的望运石应该是鼠木的 鼠木的颜色为绿色哦 生肌勃勃有力量 能帮助事业 财运更上一层楼 最佳发财时 绿幽灵 绿幽灵是一种珍贵的异象水晶 生肖蛇 生肖马的最佳发财时 绿幽灵被称为鬼老财神 在他的白色晶体中 包含住绿色的形态各异的火山泥 比如聚宝盆 宝塔 山水化等 是能留住财气和福气的象征 佩戴绿幽灵 正财偏财都能招 也适合各个领域的人士 生肖狗 牛 羊 龙 五行属性 土 望运宝石 火性宝石 这四个生肖的朋友 五行属性为土 根据火生土的原理 对你们望运作用最强大的水晶 应该是属火的 属火的颜色有红色和紫色 明媚亮眼 既能望运又能彰显气质 最佳发财石 紫水晶 紫水晶是属火的宝石 可以为属土的生肖 带来最佳运势 紫水晶象征智慧 佩戴可以助人集中意念 增强勇气和信心 从而助长事业运和财运 在中国传统中 紫色也代表住富贵 所谓紫气东来 紫水晶的能量 可以帮你开运转运哦 属猴和属鸡的朋友 五行属性围巾 根据土生经的原理 这两个生肖 佩戴土性宝石望运效果更佳 而属土的颜色为黄色 咖啡色褐色 建议佩戴黄色系的水晶 吉祥显富贵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大家好 这里是佛之园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未来五个月容易报复 好事多磨的生肖 生肖猴 属猴的人是一个运势 非常旺盛的属相 虽然之前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让生活有些困难和不稳定发生 未来五个月 容易翻身报复 财神保佑 横财八方来 钞票堆成衫 好运惹不起 由于五行运势呈现出 厚土生财的趋势 厚土带来大笔旺财 重新燃起运势之火 定可以赚取横财大笔 享福一辈子 生肖兔 属兔的人他是老师 勤勤恳恳 之前他们过得不是很顺利 不仅不断地遇到衰势 还有破败的预兆 欠了一些外债 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 未来五个月容易报复 开始财运大旺 横财说来就来八百万 打开的朋友一生好运 他们乐观的心态 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再加上财运不断找上门 不仅能还清债务 还将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 生肖马 属马的人直冲冲地脾气 有啥事情都会直接去做 执行力很强 他们属于后天好运的类型 都说成功者在成大事之前 都要受苦 属马人就是这样的人 未来五个月容易报复 大难已过 好运来袭 天丁天福又天才 财运亦飞冲天 闲鱼大翻身便富豪 早年的事业上总需要奔波劳碌 不得不操心半生 但属马人纵使操心一时 也可以成为来日诸欲 他们逢凶化吉 年轻时吃苦再多 上了年纪以后就有多富贵 五十岁后风景仍然好 属马人就是这样越活越老 越老越好的人 此生足以光宗耀祖 拿摩大慈大悲观使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 神智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天生就是 富贵命的四大生孝 最有财育员 注定前途无量 生孝兔 属兔的人天生就是富贵命 他们善良 对人和善 观音保佑 他们最有财育员 财气逼人 事业高升 财源广静 横财大法 财运大红大紫 好事成双 属兔人个性乐观 虔诚似己 未来值得努力去争取 生孝虎 属虎的人天生就是富贵命 是典型的智慧类人才 他们最有财育员 事业迅速崛起 财运飙涨 大赚特赚必报复 迎来发财的命格 皆是命中贵人 定能福败红运 争争上 财随春雨滚滚来 如果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虽说比别人辛苦劳累 但是往往收获比别人也大 生孝嘛 属马的朋友天生就是富贵命 最有财育员 有一大笔横财 请接住千万横财 定腰缠万贯 运势大涨 财路大开 拼击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事业上能取得不错成绩 带住不断的财气滚滚进家门 近期内将会一路发达 生孝属 属属的人天生就是富贵命 博学多思 几句长远目光 最有财欲远 来财迅猛 横财连连爆发 彻底闲鱼大翻身 一夜暴富 喜事接连不断家庭和睦 富其生活 和谐事业稳定上升 求财有道 就算是跳槽到了其他的礼遇 属属人也是最早富起来的义人 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命格藏妇的生孝女 天生贵父命 生孝珠 生孝珠的女人 是女人中最有福气者 她们忠厚老实 性格柔和 做事认真 而且长相都还不错 颇具贵妇旗帜 她们对男人体贴 对父母孝顺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让老公能够更有时间和精力 处理事业工作上的琐事 同时这样的女人 天生有望扶命 她们的富贵之气 能够注意丈夫的事业 让她们少奋斗 十至二十年 生孝鸡 生孝鸡的女人天生励志 温柔妩媚 通常是典雅高贵 气质不凡 其一生命格仓妇 望夫一则 在事业上总有贵人亲力相助 而婚姻上得贤夫疼惜 婚后幸福美满 子女双全 可谓好命女人 而且其望夫能力一流 往往能助老公事业有成 享受财富自由 天生贵妇命 生孝虎 生孝虎的女性 归于目望之命 天然生成 与财神也有缘 不仅是天然生成 命运好 生孝虎的女人 后天才能也非常强 干事干脆利落 勇敢 活跃进步 才能不会输男性 因而天然生成的好命 好运势 再加上后天得利 生孝虎的女人挣钱 才能也是十二生孝中最凶猛的 终身锦衣玉食 好运连连 多金又好命 生孝蛇 生孝蛇的女人 大多天生励志 精明聪慧 性格善变 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如果出生在贫穷的家庭 会激发斗志 让她们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获得美好的生活 大多数生孝蛇的女人 桃花遍地 有很多优秀的追求者 注定有美满的婚姻 得到老公宠爱 婚后不需要在工作上打拼 只要打理好家庭 就能大富大贵 享福无穷 生孝龙 生孝龙的女人天生励志 秀外惠中 不仅为人善良 而且气质不凡 而她们一生 得天贵极心守护 不仅婚前运势旺盛 而且婚后也能够延续好运 幸福美满 娶到生孝龙的女人男人 可谓是挖到了质宝 因为她们天生带财 能够让另一半飞黄腾达 从而享受贵妇般的好命 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